每个男孩子都有一个奥特曼的梦,他们都相信奥特曼的存在,这么多年以来奥特曼确实挺火的,今年也有很多明星不断提到奥特曼的梗,这也让一些投资方看到了商机,网报内地已经引进了奥特曼的版权,即将翻拍内地版的奥特曼。 奥特曼翻拍的消息出来之后,有网友也曝光了奥特曼的角色人选,奥特曼首先就有很大的国民度,如果翻拍,必然要找国民度比较高,演技好的演员去演绎,所以在这个名单中,就出现了王一博肖战王俊凯的名字,三个人还是平凡,而女演员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,有童谣,周也,赵露丝等等,都是现在知名的演员和小花,演技可圈可点。 这个名单出来后,很多网友们也被逗笑了,凑齐女演员还有一点可能性,而让王一博肖战王俊凯去出演最重要的三个角色,还是平凡,基本是不可能的事情。 我们知道王一博和肖战是通过陈情令成为双顶流的,这部剧播出一年多了,两个人的热度只增不减。 但因为陈情令是单改剧,为了两个人后续的发展,现在两个人不可能同台,也不可能有任何的互动,甚至以后合作的机会都不会再有了。 另外在经历去年的风波后,现在的肖战还没有完全复出,奥特曼毕竟是国民度超高的经典剧目,他和团队都没有必要去冒这个险。 现在王俊凯手里也有几部带播出的电影,他也是存货比较多的演员,像最近官宣的断桥,这是一部悬疑电影,从电影的简介来看就不简单。 小凯为了这个角色还瘦了20斤,既然接了这部电影也是为了拿奖去的,男演员不会接触,名单上的这些女演员也都挺忙的,这个名单大家看看就好。 奥特曼是很多人的童年经典,既然要翻拍,各方面都要考虑清楚,他完全不需要用顶流去撑起这个排面,翻拍最容易毁经典,还是去寻找最适合的演员。